现在真是吃菠菜的季节 今天分享一下街头排队买的菠菜馍做法 从小开始老辈都是这样做菠菜馍 简单营养百吃不厌 首先来和面 这是300克普通面粉 加180毫升50度左右的温水 搅成面絮揉成稍软的光滑面团 再盖上盖子醒面备用 准备一把菠菜 提前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再去掉根,切成小段 然后擦些胡萝卜丝 再切些葱花 如果早上赶时间 我们可以晚上把材料准备好 面团醒好之后不用揉 直接搓成条,切成10个小剂子 小剂子先揉圆 再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接下来开始擀饼 今天请做了一辈子面食的婆婆 过来帮我擀饼皮 如果你不会擀面条 不会擀落膜,不会擀饼 可以详细看一下这个手法 先取第一个揉好的小面团 按扁擀开一些 然后把饼卷到擀面杖上擀 从不同的方向卷 不同的方向去调整 这样擀出来的饼更圆,更薄,更平整 而且这种方法还不受至于案板的大小 很小的案板都可以擀出很大的饼 擀到微微透明即可 接下来开始调线 一次只需要调一个饼的线 这样更鲜嫩,不出水 口味可以随意调整 爱吃什么就放什么 我放的是盐,油,五香粉,辣椒粉 准备一个圆形的平底容器 用擀面杖把饼的挑过来 边缘抹上清水 放上馅料,摊开,摊平 再准备一个生鸡蛋 上面开上小口,用力的甩在菠菜上 用生鸡蛋更加鲜美好吃 而且生鸡蛋会把菜粘合到一起 这样吃的时候不容易掉线 再盖上另外一张饼皮 边缘压一压 饼子做好之后要立刻开烙 店面称货平底锅,预热刷油 把饼子倒扣过来 表面刷油锁水,中火开烙 烙到饼子两面金黄就熟透了 一张菠菜膜大约就是两分钟 刚出锅时表皮金黄酥脆的 放凉了会变软 而且越凉越软 这样做的菠菜膜 各个薄皮大馅 鲜嫩脆绿超级好吃 一次吃两张都不过瘾 做法也超简单 一定要试一下哦